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为了提振台湾南部地区的经济吗 为什么这个办公室没有编制和预算 坐镇的人却是曾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张俊雄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 李永平有独家观察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移民主管部门给前美国在台协会的首席五官联络事务组组长罗瑞华 颁发台湾永久居留证 这是台湾单方面的动作 还是台美共同的谋算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 李永平为您带来深度解析 9号台湾海军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佩里级护卫舰 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举行了移交仪式 现场无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为何如此低调进行接收 美国出售这两艘佩里级护卫舰给台湾到底有多大军事意义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又平 李永平有全面分析 有关中国可能参加下周在智力举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会议的消息 一经传出就引发热议 美国宣布退出TPP后 智力为什么要邀请中国参与本次TPP成员国会议 未来中国会加入TPP吗 时事评论员红林为您带来深度观察 台湾地区领导人南部办公室10号下午在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启用 高雄市长陈菊等人出席 蔡英文致辞的时候表示 设南部办公室是他选前证件之一 其指标性意义在于不能只坐在冷气房里做决策 不能只用台北的观点看天下 台湾地区领导人南部办公室启用仪式上 高雄市长陈菊首先致辞 感谢蔡英文与林全对于高雄市各项建设的支持 陈菊更呼吁大家团结 要当蔡英文改革力量的后盾 只有越团结力量越大 蔡英文的改革才会越顺利快速 蔡英文则表示 设南部办公室是他选前证件之一 开始运作首先要感谢高雄市长陈菊 他还笑说这个办公室是高雄市政府无偿提供的地方 可以让他在南部跟乡亲聊天开会 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 此外蔡英文还表示 当局的计划是希望把下一代基础建设快速到位 也让地方发展区域平衡得到重要的转折点 面向南方建设南方 重视南部让南部再生 未来当局一定会跟大家一起努力 蔡办发言人黄崇燕也表示 南部办公室是借用高雄市政府的空间 不再重新挂牌 也没有另外的编制或预算规划 这代表着蔡当局愿意翻转过去 重北清南的状况给南部更多支持 不过有媒体对此说法不以为然 直出日前有传言说 蔡英文找来各派系大佬聚会 陈局当菜的面炮轰党中央 急言立色语气激烈 现场气氛相当尴尬 蔡英文选在这个传闻没多久之后 就出席所谓南部办公室启用茶会 两人合体破除彼此嫌隙的用意甚深 其次在高雄市长初选白热化之前进驻 更有深入掌握高雄政治状态的意向 好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远博士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清零 今天来到我们论到台北板块的两位来宾 分别是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平 李女士你好 大家好 还有台北大学郑又平教授 教授你好 贺南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不能台北看天下 这是蔡英文方面对于这一次启动 南部办公室的一个定义 上来蔡英文自己就说了一通经济 说是什么呢 要盘活台湾经济 要综合的投入 要提振南方 那么其实台湾不大 专门这样设立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南部办公室 真正的用意 只是说提振经济建设南方吗 我们想请教一下郑教授 这已经是老招了 不是今天才有 在贬政武时代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民进党很清楚的知道 南部是他们的大票仓 那么现在台湾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但对南部的乡亲来讲 对南部的台湾同胞来讲 日子没有变好 那最起码呢 你把这边设了一个点 那表示说你还很重视我们 然后嘴上讲得很漂亮 这个舌颤莲花 这是最简单的 没什么成本的一个动作 这种政治动作呢 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交代 其次呢 她有她的政治上的盘算 也就是说在高雄啊 其实是陈菊的地盘 陈菊是台湾的民进党新潮流派系里面的大姐大 那么现在新潮流派系在民进党里面呢 其实已经有很丰富的政治资源 但另外一边蔡英文要培养她自己的鹰派人马 这个鹰派人马其中也有一些人想要争取高雄的未来市长选举的这个候选人身份 所以对蔡英文来讲 她是需要为自己在南部在高雄摆进去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她将来会摆多少人进去我们不知道 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虚拟的办公室的概念 她将来是可以派真的有编组的人士进去 帮她在南部呢 在陈菊的身边有一群人可以为鹰派效命 这一点恐怕是她在政治上的盘算 也就是说她不愿意甘愿受到陈菊在南部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啊 让她完全无法插手 现在的状况呢 我们看得出来 蔡英文的这个动作是虚的 政治谋略呢 是真的 那另外 她的这个政治动作其实也同时说明了 蔡英文对于经济发展 没有办法拿出真正的牛肉 才有可能用这种花招暂时的扭转民众的注意力 仅此而已 好 刚刚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动作可能是虚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实还是虚 我们来看这次蔡英文办公室成立这样一个南部办公室 说的是什么在空间上面啊 就是借用高雄市政府的空间 并且这个办公室是其实没有额外的编制或者是预算规划的同时 作证的是谁呢 是曾经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张俊雄 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女士 对于这些细节您有怎样的评价 政治谋略是真的 这个就是刚才郑教授的说法 我认同政治谋略是真的 为什么认同政治谋略是真的的这个说法呢 因为就是用了钱 在陈水扁时代 他担任过这个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张俊雄 让他去坐镇在那里 为什么 第一个张俊雄本身年纪相当大 那各位也知道 其实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大家认为是退休的老人 照说他出来不一定能够卷起千堆血 不一定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可是呢 他的辈分够 象征意义够 他不仅做过陈水扁时代的前后两次担任过 行政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他也在很多年前 这真的是很多年前了 担任过高雄市的市长 所以他不管就什么的角度呢 都是陈菊的前辈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派系属性上 他又恰恰的跟现在掌控南部资源的新潮流派系呢 没有关系 他是新潮流外面的人 所以呢 这种布局安排呢 虽然不会让现在的实力派人物呢 感觉到非常的压力 因为他已经退休老人了嘛 那你从对于陈菊来说 这个花妈陈菊还是蔡英文不能得罪的人物 所以他不适宜摆一个真正的未来有希望的实力派的人物 摆到你家门口 让他觉得这么的担心害怕 所以这次的这个蔡英文的布局啊 他们必须要相当的微妙 他一方面呢 要给陈菊压力 可是不能给陈菊压力大到呢 大家翻脸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必须给了解到 其实新潮流也好 陈菊也好 在高雄地区独霸这么多年 总会有一些大家不满的 被他得罪的 被他按着这个翻不了身的 新的这个政治势力 所以呢 他也有意的觉得现在蔡英文的在党内的处境呢 并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下 他也有意的要收拢非新潮流的力量呢 集结在他鹰派的阵营 免得他的政治处境一直换下去呢 他不得已要用新潮流系的人出任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蔡英文的大权就会旁落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政治布局呢 大概在台湾对政治有一点了解的人呢 一看集之 那就实质上来讲 是没有要解决什么地方的问题的 那么这次蔡英文是选择了高雄 其实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的话 在岛内有一些议论啊 就是选择高雄的好 那另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台南的民众的话 就有一些议论 认为说其实从历史上面来说的话 台南府嘛曾经也是台湾的核心之一 那这一次好蔡英文就把这样一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台湾南部办公室 放在了高雄没有考虑到台南 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请教一下郑教授 这个台南啊 现在当家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当然也是新潮流的 但是赖清德在新潮流里面不像是陈菊 陈菊啊 是政治受难者 曾经做过黑牢的 陈菊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是曾经被国民党关过的 所以在同样是民进党政治人物里面 这种坐过牢的 他基本上政治关怀是比较大的 更何况陈菊的个性手腕等等 他之所以能够被人们称为难霸天 大姐大 其来有志啊 绝非浪得虚名 这跟赖清德不太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 挑高雄不挑台南 一般来讲是不会觉得说有太突兀的一个感觉 终究高雄是台湾南部的重镇 但是你硬要说 为什么台南不能够被列为考量人选之一 考量地点之一呢 这很简单嘛 从派系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 今天蔡英文要巴结的 要去奉承的是菊姐 不会是你小赖子 因为前一阵子台湾的农会选举 本来民进党以为说现在大权在握 可以大胜 结果踢到铁板 那么在高雄这边呢 显然没有占到便宜 那么王金平派系 这一次有一位先生出来选农会总干事 那么就对这个民进党党中央的人讲 看起来呢 就觉得说 好啦 陈菊你没有权力辅选嘛 你没有权力辅选 是因为你不愿意得罪王金平嘛 那所以牺牲了我们民进党的人选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蔡英文当然想要创造一个话题 譬如南部办公室都是为了要让鹰派能够在高雄继续的发展下去 而且很重要的当他有这个办公室之后呢 他就不至于说让鹰派的人马在高雄在局解 城局的光环镇压之下 毫无喘息或者是发挥的空间 因为你只要有这个办公室 你人来的时候呢 大家与鹿军瞻就可以得到造势的机会 这个在政治上的操作呢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务虚的手法 好相关的讨论 我们先告一段论 我们要再来关注台湾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当局移民主管部门11号的时候表示 为了表彰前美国在台协会联络事务组组长 美国陆军少校罗瑞华 在推动所谓的台美各项交流方面的贡献 特地颁发给他台湾方面的永久居留证梅花卡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消息 罗瑞华今年53岁 5年前派驻来台 在美国在台协会担任首席军事代表 负责美国与台湾地区间的军事合作 台媒称其具备军事专长 更专精于国际关系与政策发展 其任职期间 对于提升台军及台海防卫实力做了不少工作 去年10月5日 蔡英文还特别授勋给他 以感谢他积极推动台湾与美方各项军事交流合作的成就 罗瑞华表示 自己在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时间 加起来已经超过10年 因此对于相关事务十分熟人 去年12月他刚从美国在台协会退休 很开心以后能在台永久居留 他们全家都很爱台湾 他的三名子女都在台就学 据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罗瑞华希望将来成为罗老师 以其专长培育台湾的下一代 美国在台协会的首席武官获得台湾方面颁发的永久居留证 这个居留证叫做梅花卡 这位中文名字叫做罗瑞华的美国陆军上校 去年才刚刚从美国在台协会退休好 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要请教一下郑教授 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的话 究竟只是台湾方面 比如说遵照某种惯例的一种做法 还是说台湾方面以及美国有互相的沟通 那么这个做法是否会对于两岸关系 以及台美之间的 以及中美之间的政治默契产生一定变化 你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很稀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仁兄 他在台湾做了五年的首席军事代表 他这个五年呢 做的最重要的就是台美的军事交流的联系工作 而且在这个之前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担任过三年的武官 所以他不是普通人 这个人是熟知中国大陆 他对于台湾更是辽若执掌 尤其在过去五年里面 他对于台美的军事交流 他是主导者之一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 这个人拿到了梅花卡 那这就让人觉得说很奇怪了 怎么会是一个首席军事代表 拿了梅花卡 而且大张旗鼓 发新闻 那这个动作是让人们觉得很有意思的 假如说他是一个修女 是一个修道士 是一个牧师 可能大家还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突兀地方 重点在于他的身份嘛 那他这个身份呢 又加上最近 美国不是才通过了这个预算法案 2017年的预算法 里面就提到要加快 加大军事交流 而且鼓励 现职的军事人员都要能够到台湾来访问 交流 这就让人们开始在 多方面的去猜想 你可以想多一点 想深一点 就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军事交流 会进一步的扩大化 而且这个中间很重要的界面 不见得是由台湾人来担任那个窗口 而是由美国资深的退休的这一些军事的将领 或者是校级军官 他们来在台湾合法拘留 拿了台湾的这个身份证件 那么他基本上呢 就可以对外大言不谈的说 我是民间老百姓啊 那么我不能说 你不能说我是美国军队 介入了台湾的军事交流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缓冲的角色的转变呢 身份上的这种转变 是非常高明的一种做法 如果我们要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来深度的去捧析他的话呢 也可以这样子解读 我们感谢两位来宾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要继续岛内的话题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海军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的 佩里吉护卫舰9号的时候 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 举行了移交仪式 台湾军方的相关人士出席了交接仪式 整个交接仪式相当的低调 现场甚至都没有邀请媒体进行报道 佩里吉护卫舰是美国海军最后一级护卫舰 也是美国战后建造的数量最多的护卫舰 总数高达51艘 它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设计并建造 1977年第一艘佩里吉护卫舰 正式入列美国海军 2015年9月29号 美国海军最后一艘考复曼号佩里吉护卫舰 确定退役 陆续退役的佩里吉护卫舰 除拆除以外 有的卖给盟国 有的作为美军演习时的标靶使用 2012年 美方与台湾达成军售意向 台湾方面决定接收两艘当时仍在服役的佩里吉护卫舰 分别是泰勒号与盖瑞号 以减少重新启封成本 预算新台币55亿余元 不过美方到2015年底才正式核准该军售案 导致台湾方面的接舰工作量大增 相关预算也大为超标 围绕这两艘军舰的命名 岛内也是风波不断 此外 就在今天 台媒爆出一条令人错愕的有关台湾海军的新闻 据台媒报道 台海军战斗系统工厂苏澳维修站 秋信库长日前作业时 不慎碰撞一枚标准二型导弹 导致陶瓷护照出现裂痕 当时领班林姓氏官长隐匿未上报 还以透明交代捆绑 相关单位到今年1月9号 执行吊弹作业开箱时才发现护照损害 被曝光的标准二型导弹的型号为RIM66K 是目前台湾海军射程最远 威力最强的防空武器 配属于四艘基德级驱逐舰上 每枚单价约为140万美元 不过台海军方面极力否认有隐匿不报的情况 并强调该枚导弹是今年1月要重新装载时 才发现弹头断笔追照碎裂成8块 初步排除是搬运不慎 推估可能是台湾天气潮湿才有裂痕 台军方官员还说 以前也曾发生过有官兵不小心碰撞到导弹 导致外观损伤 也曾有过导弹放久了外壳裂开的情况 因为标准二型导弹并非台湾自制 后续应该请专业单位 甚至送回美方鉴定 才能知道真正损伤的原因 当初打开的时候 它就是已经破裂成8块 用塑胶袋把整个丸子拼凑起来以后 就是看到是不是有交出到外力的撞击 就是台湾里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红笔的画呢 如果没有用胶袋银化 你把这个东西可能让美方原厂去做建议 他们才比较容易找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们要来关注这样一个 其实几乎没有媒体报道的消息 就是美国方面在当地时间9号的时候 低调的进行了这一次 两艘佩里级护卫舰的移交工作 移交工作本来是没有邀请媒体的 可是现在却被岛内的一位 民进党籍的明代透露了出来 这说好的要低调怎么就忍不住了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郑教授 这个事情其实让人们觉得是很可笑 佩里奇的这个军舰是很老旧的军舰 他是70年代设计 80年代服役 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心里面很虚 他们知道海峡两岸的军力已经完全失衡 连国台办张主任主任都讲了 台独的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 只是张主任很客气 没有说你搞台独碰到最后 那就是非和平方式的统一了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岛内的民众社会各界 其实大家是相当忧虑的 有一定的焦虑 我在大学校园里面都很明确感受到 我自己的学生们都在忧心说 这样走下去难道会兵戎相见吗 难道会引发战火吗 这是年轻人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大家又转过头来想问问看自己的军队 台军究竟有没有能力捍卫台湾 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 百分之六十几的台湾民众认为说 台军根本没有能力捍卫台湾的安全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为什么这些政治人们要对外放话呢 这就是放风声出去给自己壮胆子 告诉大家说你看美国人没有放弃我们 可是妙就妙在昨天前天 就在美国开了一场研讨会里面 美国几个资深的专家都已经在提醒台湾朋友们说 在美国所有看过的民意调查 六成到七成的民众说 不要去协防台湾 如果台湾搞台独 那么引起了战火 不要去协防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这种明确的证据已经提醒大家 美国人不见得愿意替台独做炮灰的 可是这些人呢 这些民进党独派人士呢 拼命放消息 就是希望让大家误以为 美国愿意捍卫台湾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 是欣欣向荣啊 逐渐水涨船高 所以我看这个事情啊 媒体操作为主 但台湾的军方真的是 这个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 拿过来这两艘老旧战舰 能发挥多少功能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了 好 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再跟郑教授来一起讨论 虽然刚刚的时候您都有提到过 就是说这样一个佩里级的战舰的话 其实在这一次售给台湾的两艘当中的话 有很多的分析 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这两艘的战舰给台湾了以后 其实不一定能构成什么样的战力 还有一点的话 您有提到 就是说美国卖给台湾的很多武器的话 都要留一手 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话 就是在舰船上面的一些设备进行了删减啊 要不然的话就降低这个武器等级 要不然的话就是分解 再要你台湾方面继续来购买 好 我们想跟你一起来探讨的是 台湾方面依然继续这样的向美国进行一些军购的话 是否是为了维持所谓的一个军事交流呢 这个恐怕也是台湾没有办法拒绝的一个方案 就是对美国来讲 美国要处理掉这两艘退役的这个舰艇 那么找一个冤大头来买 那就是台湾 你今天讲说日本或者是韩国会不会买 你不会买的 因为韩国有自己的造舰能力 日本有自己的造舰能力 更何况这两个国家像韩国日本 作为美国的小老弟 他要买都买最上层的高档货 台湾真的是很悲哀 每一次都是拿了这个仓库里面发了没的货 拿出来硬塞给台湾 今天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一个军舰回来 好了 他现在已经落伍了 那么美国原来的飞弹发射架拆掉 给你小口径的舰炮 现在台湾方面有人说 有一种可能我们摆上我们的雄山飞弹上去 雄山飞弹威力还不错 好像射程也够远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这几名要看到的是 整个派里舰据了解 它来了以后原来的电子作战系统 最先进的部分都被美国人拿掉了 那你将来要怎么样去用 这么落后的一个军舰上的这些仪器设备 去装上了雄山飞弹 然后要打一场现代化的 真正的数字时代的这个战争呢 很难的 那除非美国人愿意给你最先进的电子操控系统 但是美国人通常过去所有的经验里面 美国每一次给台湾的军舰 上面这一些最先进的系统 通通都被拿掉了 那么我们就在想 台湾的军方事实上是很为难的 台湾军方的看法是说 要不然我们自己抬舰抬照嘛 那我们自己去想办法去造出来新的军舰 新一代的军舰 可是美国人现在硬塞这个给你呢 其实也有两个用意 一个是美国不希望台湾发展出来 太多的攻击力 那么像这样子这种 就也不至于就到说开不动的船 但是心也心不到有太大的杀伤力 这样子的武器交给你之后 一方面你要听我的话 听我的安排 二方面呢 你也不被我允许去发展太多的攻击力量 这就是台湾军方现在面对的困境 那么在最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个 跟台湾军方有关的 说起来也是觉得有点哭笑不得的消息 那么据称是台湾海军的战斗系统工厂 苏澳的维修站 有一位秋信的库长 在日前的时候他在作业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枚标准二型导弹的陶瓷护照 给碰出了裂痕 这碰出裂痕以后怎么办呢 这官兵就要隐匿这个情况 没有进行上报 于是乎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拿胶带把它沾上 把它缠上 我们要跟李女士共同来探讨 是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也真的是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这样一个看似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它呢 是不是太离谱了一点 在整体来讲大家都会怀疑说 你内部的管理出了大问题 你吸毒的就在你的军中流窜 那你呢大家吸的头昏脑胀的 你是不是在做很多 这个军事该有的防备 武器的保养什么的 也当然会有疏忽 就感觉上整个管理上呢 相当的松散 而这个时候呢 你防务部门在第一时间 你又没有办法出来说 好我们秉公处理 我们好好的调查 我们赶快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是 整个过程呢 遮遮掩掩 不知所云 所以在这种时候 今天又说出说 没有这个爆料是假的 没这回事 如何如何的时候 其实它很难取信于民 那台湾的防卫部门 是这种表现 现在我们又讨论到 台海也出现了一种比较矛盾 比以前紧张一点的情势 那现在更紧张的 还有东北亚的情势 整个感觉好像世界 有一个火药库 就要在我们邻近的地区 然后台湾的防卫部门呢 频频出包 那真的 我觉得最近台湾的民心 是真的很难过 七上八下 心里很不得安宁 那这种小事 一方面大家觉得 可能觉得很荒谬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也不能只当成笑话 因为大家的心情蛮沉重的 有点笑不出来 好 我们感谢 两位来宾的分许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还给福州影博士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影博士 我们继续来看岛内新闻 今天是伟大的 民主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逝世92周年的日子 台湾岛内各界人士 纷纷前往位于台北的 孙中山纪念馆 向孙中山同向献花致意 让人感到特别的是 在民进党不断地推行 所谓的去孙中山化 去中国化的背景下 岛内561个政党和团体 今天集会 决定成立反独促统大联盟 要坚决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 促进两岸早日统一 在孙中山纪念馆里 来自台湾岛内外的各界人士 向孙中山同向献花致意 缅怀这位革命先驱 只是环顾台湾岛内 孙中山先生一生奉行的 一统中华的愿景 正遭到台独势力的破坏 所谓去中山化 去中国化话题甚嚣尘上 让心怀祖国统一大业的人们 义愤难平 台独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 因为我意见到他把中华文化分开了 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存在 那是他们就可以去中国 中华民说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是他们可以几个人 可以改变的吗 改变不了 不瞒岛内所谓台独势力日渐嚣张 包括国际中山会 台湾志工党 台湾一国两制促进党 中华新住民党等 561个政党和社团 今天共同决定成立反独促统大联盟 守住一个中国 同时我们还要坚定九二共识 是吧 所以我们有三大主轴工作 今后努力的目标 一 反对台独的民进党 我们要罢免 鼓化美丽的蔡政府 第三我们要建议 合一统一的大中国 作为孙中山的后人 孙武燕强调 眼下揭穿民进党的台独阴谋 已经刻不容缓 未来反独促统大联盟 要凝聚岛内外的爱国之士 拨乱反正 共同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做贡献 台湾空军侵权港基地 涉毒案风波尚未平息 海军系统又传出了吸毒消息 日前台湾高雄警方 在一间夜总会 破获了一起包厢吸毒案 没想到现场26人当中 竟有两名隶属海军的士兵 有名代表示 台防务部门应该更重视 毒品问题 否则毒品只会不断在军中流窜 高雄警方破门 里面的人全傻住 男女穿插座 男的吸毒 女的则是酒店小姐陪吸毒 这间茶碗还有另外一间 警方跟监好几个月 终于破获逮到26人 其中两人还是台海军士兵 两位海军的士官在现场 有一名小姐还有一名干部 那在现场是有查获一些 吸食的用具 以及这个毒品 台海军战斗系统工厂 李姓中士 及海军通信队黄姓下士 两人酒店涉毒 被上铐带回 才刚发生完清泉钢毒品事件 这次又被警方逮到军人吸毒 有名代建议 台防务部门不能坐以待毙 一定要对内调查 尤其海军这两个单位的 反毒作为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有关中国可能参加下周 在智力举行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会议的消息 一经传出 就引发了热议 在美国已经宣布退出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情况下 智力为什么要邀请中国 参与本次TPP成员国会议呢 未来中国会加入TPP吗 视频留言红林 会有个视频观察 有关中国可能参加 下周在智力举行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会议的消息 一经传出 就引发热议 众所周知 中国是区域全面 关系协定 16国中最有分量的成员国 该协议目标 主要是为了推进自由贸易 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原本有12个成员国 此前是由美国主导 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 对中国相当的排斥 目前这个协定 因为美国宣布退出 而处境非常尴尬 进退两难 中国是否会接受邀请 参加这次会议 甚至未来是否会加入这个协定 都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3月1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智利外长表示 智利将于3月14号至15号 举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会议 并邀请中国参加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 中方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愿同智利及有关国家加强对话协调 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 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 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 注入新动力 中方希望此次会议 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贡献 目前中方正在积极研究 与会事宜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TPP 也被称作经济北约 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 2002年 新西兰 新加坡 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 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 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2008年年初 美国开始启动与这四国的多边贸易谈判 随后 澳大利亚 秘鲁和越南也加入 2010年至2013年间 马来西亚 墨西哥和加拿大 日本也开启了相关谈判进程 截止到2016年2月份 所有成员国正式签署协定 TPP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 前后进行了19轮的谈判 然而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签署命令退出TPP 导致该协定无法达成生效条件 参与国纷纷寻找其他解决办法 智利的邀请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送到北京的 媒体分析指出 TPP剩下的11个成员国中 大部分都与中国有着极深的贸易往来 2014年 中国是其中八个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中国也和八个成员国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 在如此大的贸易体量下 中国应当与这些国家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合作互惠 正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其近日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 未来要继续推动全球化 阶级同周边国家商界自贸区 以形成实现全球自贸区网络布局是必要之局 至于中国未来是否会成为TPP的群主 目前尚未有进一步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压台事务专家张运龄表示 他并不认同网上存在的中国将加入TPP的意见 他认为此次外交部的表态并不意味着 我国要立即参加TPP 这一表态只是表明中国对凡是有利于推动市场开放 支持开放发展的举措都持开放态度 中国希望借助各种机会各种力量 来制止逆全球化的趋势 就这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红林 3月10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国正积极考虑参加下周在智利举行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TPP成员国会议的一番话 一时激起千层浪 人们纷纷猜测中国的下一步计划 以您的分析中国会加入TPP吗 这一次应该说中国只是受邀参加TPP的会议 那么这里面也是目前TPP的这些成员国 那么希望要求中国参加这样的次会议 因此从现代做未来这种分析可能为时尚早 不过这里面确实存在着一种可能 因为毕竟TPP它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而且也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 那么如果说TPP现有的成员国 那么有意邀请中国加入TPP 而且TPP这种规则 那么出现这些变化 比如说和中国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那么双方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规则 包括未来TPP这种发展 那么各方达成共识的话 那么至少不能排除就是中国加入TPP的这种可能性 智利这次邀请中国参与本次TPP成员国会议 有西方媒体分析是因为美国的退出 让TPP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中国一旦加入的话 会成为大家所说的群主吗 其实在今年3月8号 就是两会期间 人大举行的这个外长的记者会上 就是中国外长王毅也回答了类似的问题 当时就有的记者就提到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要取代哪些国家 那么成为新的这种领袖 或者发挥领导作用等等 当时呢 王毅就回答说 不存在 这个中国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根本就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另外呢 希望多发挥联合国安理会这种作用 对吧 另外谈到领导地位的时候 那么王毅也是反问了一句 其实呢 更应该就是承担起相应这种责任 就是吧 重视责任而忽视领导的一面 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背景 放在TPP的这次会议上 我觉得同样适用 就是说TPP相关这种规则 那么是弹出来的 那么可能就是美国加入TPP的时候 那么TPP的盟主是美国 那么现在呢 美国退出以后 确实出现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局面 但是未来 即便假设中国加入了TPP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龙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盟主呢 我想也未必 因为中国参加了很多的国际组织 中国一贯强调的就是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参与国际相关活动的 一个意识的这种规则 那么具体到TPP 我想它也不会发生改变 我们知道原先这个 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中国参与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在政治层面上存在一些博弈 那未来这两者之间会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其实呢 如果把TPP和RCEP都看作一个经贸领域的协定 他们确实有很多的这种相似性 包括参与的这个成员之间 确实有很多重合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TPP确实体现了非常鲜明的政治色彩 就是说把中国就是排除在外 那么这是美国当初的一个考虑 而随着美国这种退出 那么TPP 其他的这些成员国就要考虑了 好不容易谈成那个TPP 你不能就此打了水漂 还希望它存在下去 那么如果存在下去 那么就需要那么新的国家 那么加入进来 那么更主要考虑呢 就是让TPP的运行有更加实际的意义 因为毕竟呢 TPP有一点点就像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区 那么大家可以享受便利这种条件 那么大小国家实际上就有着不同的这个考虑 那么像一些小的国家 比如说像文莱啊越南等国 其实呢 看重的是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 那么在美国退出以后 这些国家如果和美国单独去谈一个双边的自贸协议 大家可以想一想 美国可以不要越南的市场 可以不要文莱的市场 但是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不要美国的市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中国的这种作用就会显示出来 因此他们也会看到 中国如果说想加入TPP的话 那么恐怕会把TPP和刚才我们谈到的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是不是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关联 因为毕竟呢 这两者相似性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说把TPP和RCEP那么进行一个整合 甚至说将来能够统一起来的时候 其实呢 对于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如果TPP还是按照目前的这种思路去走 就是说脱离于其他的这种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 然后呢 有一定那种政治色彩在里面 那么排斥其他的一方 那么恐怕TPP这种运行 的确会遇到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好的 谢谢红林的分析也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当地时间10号 特朗普被记者们反复逼问奥巴马窃听他的证据 可能是问题过于犀利 让特朗普招架不住 白宫工作和安保人员迅速的把满屋子的记者都赶了出去 广告之后 我们来详细了解 下面进入热点快评环节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当地时间10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重量级议员 在白宫会面商讨医疗改革 并举行记者见面会 轮到媒体提问的时候 特朗普被记者们反复逼问奥巴马窃听他的证据 可能是问题过于犀利 让特朗普有点招架不住 白宫的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迅速的把满屋子的记者们都赶了出去 而特朗普本人则是顾左右而言 他又和身旁的人开起了玩笑 日前特朗普曾连发四条推特 指控奥巴马在去年大选之前 曾经窃听他居住的特朗普大厦 并直斥这是水门事件 麦卡锡主义 华盛顿邮报反问特朗普 他做出上述指控和断言的证据到底在哪 奥巴马已经迅速的否认了 他曾经下令窃听特朗普 那么特朗普需要提供任何一些有用的证据 来支持他的说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 再来看下一条 根据中新网12号综合报道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原计划成 专机到荷兰路特丹为埃尔多安的修宪计划做宣传 但是荷兰政府11号决定 出于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担忧 取消了对其政府专机在荷兰境内降落的许可 悲剧的专机改降落在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此予以愤怒的回应 Sen istediğin kadar Dışişleri Bakanımızın Uçağını kaldırma Bundan sonra Senin uçakların bakalım Türkiye'ye nasıl gelecek Tabi burada Ben diplomasiyi Konuşuyorum Yoksa vatandaşların seyahatini değil O ayrı bir konu Ve bunların değerlendirmesini Ona göre yapacağız Bunlar ne siyaset biliyor Ne uluslar arası diplomasi ne dir bunu biliyor Bunlar bu kadar ürkek bu kadar korkak Bunlar nazi kalentisi Bunlar fasist Bunlar böyle biliniz 根据了解 荷兰拒绝土耳其外长专机降落之后 两国关系异常紧张 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荷兰驻安卡拉大使馆 及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已基于安全原因被封锁 此外土耳其还封锁了荷兰大使代办 以及总领馆的官邸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11号 在伊斯坦布尔对媒体说 荷兰政府的举动不可接受 是在土耳其即将举行的修宪公投中 明显的选边站队 尽管反对土耳其转向总统制 但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导人 克勒奇达若奥鲁 也指责荷兰政府的决定错误 表示土方有权采取各种制裁措施 环球网援引韩联社消息称 朴槿惠于当地时间12号傍晚 离开总统府青瓦台 搬回位于首尔三成洞的私宅 朴槿惠并通过发言人表态 所有错误都由自己一个人承担 但相信真相一定会有大白的一天 朴槿惠三成洞的私宅建于1983年 自1990年起到2013年入住青瓦台之前 朴槿惠一直住在这里 另外根据报道 韩国民众11号在首尔光化门广场 举行第20次 也是最后一次倒嫖周末烛光集会 敦促彻彻底追究朴槿惠和相关人士的法律责任 集会民众的标语牌上写着 清除击毙交替政权 起诉朴槿惠等口号 组织者称约有50万人参加了集会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样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梁子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最新的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谢谢请您在福州 祝您晚安 我们再见